时间差不多,那我们先开始 大家好,感谢大家参与本次分享 今天由我和Richard来为大家介绍 Cubridge是如何构建安全、可信 以及适配性强的边缘网络的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我叫胡伟,工作于Dockroad 现在是Cubridge开源项目的Maintainer 然后是Client with Richard 是工作于NHOP 是红帽认证的架构师 也是网络编码相关的专家 我们这次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来为大家呈现Cubridge的边缘网络安全 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 边缘网络安全的需求背景 第二部分是介绍Cubridge 在对外连接上面的安全性 第三部分介绍Cubridge可信 控制平面的这么一个数据流的隧道 然后第四部分由Richard给大家带来 网络编码相关的介绍 最后就是QA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拿一个具体的 边缘场景的案例来给大家 来介绍一下车联网 其实是在那个边缘网络 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场景 首先第一点是那个系统动态 以及它的那个开放性 我们知道那个汽车在使用的时候 是动态的 然后此时它可能会出于一个弱网环境 或者是因为那个四季流量的切换 导致它的传输可能会产生 这么一个断断续续的情况 以及它可能会长时间的处于离线状态 比如在那个隧道中心市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能需要车机的应用 去适配这些那个弱网 以及它的这么一个离线的场景 然后另外车与车 以及车与物的互联 才能形成互联网 因此我们就要需要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汽车 是不可能会有固定IP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 类似于P2P的这么一个传输协议方式 来让它们进行互联 然后第二点就是 那个用户的安全保护隐私 我们知道汽车传输是 需要有安全保护性 特别是对于控制指令 如果说汽车被入侵的话 那它其实会产生 极大的这么一个 交通的安全隐患 然后在车展中 数据包含了用户的隐私数据 所以可能也不能把用户的隐私数据 给上传到云端 但是对于隐私这一部分 可能大部分的数据处理 还是需要客户的应用来做处理 因为具体什么数据是隐私 可能用户应用才会知道 但是对于边缘训练的场景 其实昨天也提到了 就是Coreage下面的指项目Sanana 其实它基于联邦学习的这么一个能力 让那个用户数据在边端进行训练 最后将它的训练的参数 汇聚到云端 然后云端再把这个参数合并 来优化这个算法模型 然后第三点就是 网络宽端的设备成本 因为那个移动端的数据是有限的 并且它其实是非常贵的 对于相对于来说 内网的这种IP传输来说 但是那个车载上的数据传输 可能会是非常频繁的 以及第四点我们提到的那个车 其实可能在某个城市是非常的多的 其实海量的数据 如果说他们同时去请求到数据云中心 或者说是边缘云 那它其实对云或者说是边缘云的网络带宽 是会有产生极大的压力 因此需要有相应的压缩算法 来对其进行数据压缩 来节省它的数据成本 诶 它怎么卡住了 稍等一会儿 它这经常卡住 OK 然后我们把那个需求提炼成那个用户故事 以及那个挑战 其实是卢下的 边缘网络的易购性质 就需要让那个边缘去实现高质量的应用 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5G流量和WiFi的相互切换 用户需要一个能够支持弱网 以及保障边缘计算 保障它那个安全的边缘计算平台 来帮助用户去运维它的应用 然后其中面临的挑战 主要就是有那个隧道的安全 以及对弱网环境的支持 还有它的那个高可用性 以及那个高流量 边缘计算其实就是帮助他们去解决了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后面来看具体看 Cuber Edge是怎么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 首先是那个网络的安全传输 在聊之前我们先要去了解一下Cuber Edge的核心组件 它分别是怎么样的一个传输方式 首先在云端 Cloud Hub 它是Watchlist API Server 去获取到它关注的资源 然后可能会把一些边缘端去上报的一些资源的状态 去更新到那个API Server里面的资源 然后是那个Stream和Turnal Server 他们主要是处理API Server的Debugger类似的接口 就比方说是Logs或者XEC或者是Matrix 对这个API流量会先达到那个Stream 然后再由Turnal Server去提供隧道 让那个Turnal Clients去连接 这个后面我们会详细的去说明 然后Router主要就是提供一个接口 让客户去调用 然后去向边端去发送那个Event Bus和那个Service Bus的数据到边端应用 这相当于是一个简单的隧道 但是如果说是交互比较多的话 那其实就像前面提到的使用P2P隧道的那个Edge Mesh 会是更好的选择 然后Admission主要就是处理那个Credit自己CRD资源的验证 因为我们知道CRD只能做一些简单的验证 然后通过Admission就可以去做自端一自端的联动的教验 或者说是去做一些资源的写录 然后我们看边端 边端主要就是那个Edge Hub和那个Turnal Clients Edge Hub主要就是连到那个Cloud Hub 云端 去做那个心理通道的数据传输 然后Turnal Server就是给Turnal Clients去连接的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证书的服务1002的端口 主要就是在边端揭露时去提供那个证书去下载的 这个到时候下面也会去提一下 然后最后就是那个Meter Server Meter Server就是相当于模拟API Server 在边端去提供读的接口 它其实我们知道Credit在边端会有一个SQLite的数据库 这样它其实在边端产生的读信息 都可以直接访问SQLite的数据库 而不用去访问到云端 这样其实在离线场景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安全是怎么去处理的 在Credit中主要就是提供两类型的证书 一个是之前证书 那它可能也是通过那个标准的这种证书平台去下发的 还有第二个证书就是K8S的CSR申请的 那个客户单服务端证书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们都抽象成了标准的一些通用接口 来提升它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然后我们可以看那个Edge Hub去访问到API Server 主要去用到的就是API Server的双向认证能力 然后API Server去访问到Stream 其实也是需要用到API Server去访问Kubernetes的 这么一个双向证书 然后就是API Server上面去访问Admission Admission其实可以去考虑使用用户自己签发的证书 因为在注册Admission的时候 它其实就可以去配置这个证书 或者说去使用那个K8S CSR去签发的证书 然后Router以及那个Cloud Hub和Turnal Server 都可以去使用之前的证书 然后最后那个Meter Server其实用的也是K8S那一套 因为其实边端的Port它需要去使用Service Account 以及就是它对应的那个RAW角色的一些 那个RBAC的那种数据权限 然后中间可以看那个Service的Client 以及那个Service Server 就主要是处理那个证书获取的 所以它没法去通过TRS去保障 但是它可以去通过那个GWT的Token来保障 因为这是一个鸡蛋问题 如果说这个证书 这个借口需要证书 那它其实是没有来源的 所以它通过Token来获取到证书 来服务于后面的其他那个服务接口 然后就是因为国家 有一些项目可能会要求那个支持国密算法 然后我们对国密算法也进行了一些研究 然后我们通过调研发现 其实ClientGo里面的TRS代码 其实不支持外部的那个国密算法的扩展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去通过圆码去支持 那可能就要去重写所有服务类型的 那个TRS握手的这一段代码 那其实工作量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我们后面考虑 其实建立一个Web的那个Proxy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就是我们就会用那个WebProxy 来去做这个解决方案 然后就是前面我们说到 其实TRS它其实是内部是不支持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和Kubernetes相关的那个链路 其实我们都没法去做这个国密算法的认证 但是Root接口以及那个Hub和Turnal的两条隧道 是可以通过云编让他们去支持那个国密的那个双向认证的 我们NGX Ingress去加那个国密支持 重新编译NGX 让它支持国密算法 然后HHub,TurnalClient以及Root 他们去使用国密算法的证书 去请求到NGX Ingress 然后NGX Ingress再去转发证书 就转移到证书 转成那个Kubernetes自带的证书 来请访问他们内部的组件 然后那个国内也是有一些开源软件 直接原生去扩展那个NGX 做那个Web服务的 就比方说淘宝的TNGX 它本身就去支持国密算法 以及它也有自己的Ingress 然后后面就是Kubernetes安全审计 这个因为昨天已经提到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下载材料来官网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Create的HUB隧道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在边缘场景云边是单向的 边端它不可能提供一个外网IP 给到云去访问 那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就需要去建立一个反向隧道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Kubernetes 它是APS server要去调Kubernetes的 那这条路就可能断了 然后通过这个反向隧道 就可以去建立他们的通信 然后这个隧道 其实我们从上网下看 首先是那个EdgeController和那个DeviceController 他们会去Watch List API Server 他们自己关注的资源 比如说EdgeController 它会去WatchPod啊 Node啊 还有那个ConfigMap等等 然后Device它主要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力 就是Device Instance Device Model 然后他们Watch道资源就会下行 下发到那个边缘节点 然后上行的话 就是他们会监听到那个边缘节点上报的变化状态 然后他们就会拿到这些状态去更新APS server SingleController主要做的就是 它会去同步资源的那个Resource Version 这样其实当那个Cloud Code重启的时候 它就可以拿最新的Resource Version 去访问APS server 这样就不会去拿到历史数据了 然后整个隧道也会通过Quick去支持那个Raw 这个我们后面会具体提到 然后在Cloud Hub里面 Message Dispatch 它去拿到数据之后 去把消息发到对应Node的这个NodeMessage Queue 然后Message Queue会把这个消息再去 用ACK的方式去下发那个Edge Hub去做交互 然后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Create Edge 它其实是基于那个 就是最新消息去做那个处理的 所以它其实对于数据重传 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Message Queue 上面 它其实也是用了那个 至少一次的这种保障 去做那个数据传输 然后ACK它会次四五次 如果说成功的话 它就会把最新的Resource Version 更新到就是SinkholeController 它关注的Object Syncler 或者说是Class Object Syncler 它取决于就是 到底是那个集群资源 或者说是明明空间资源 然后如果说失败的话 它就会丢弃 但是SinkholeController 它会去做重视 拿到那个记录的这个Object Syncler 去判断它的Resource Version 是否是最新的 然后再去判断是否是删除 或者说重新放到这个 Node Message Queue 去做那个重复的处理 然后未来就是我们提到 可能会去考虑 去把它们相互通信的隧道 做一个加密解密 或者说如果说流量 比较大的情况下 我们也会去考虑 做时间段的合并 以及拆分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个Quick协议 Create Edge是提供了 WebSocket和Quick 两种Hub隧道的通信协议 它可以同时去提供 然后边缘节点 可以选择性的去揭露 去考虑WebSocket 或者说是Quick揭露 然后Quick的核心能力 我们可以看 主要一个是 第一个点就是那个RTT 零次RTT 首先它本身使用了UDP UDP它其实就是减少了一次 RTT的握手 然后它内部使用的是 TLS的1.3的这么一个认证 然后TLS 1.3 它其实可以 在第一次连接 它是需要一次RTT 但是后面重连 它只要保持本地缓存 它就可以去用这个缓存 所以Quick 基于这个TS 1.3 它其实最多一次RTT 但常态其实就是零次RTT 然后第二个就是 小细阻塞的那个 阻塞头的复用 亏克流与流之间 其实它们是相互隔离的 所以如果说单个流阻塞了 它其实是不会影响 其他流的通信的 所以它这边其实可以 非常好的去兼容 这个弱网充电的这种场景 这主要得益于 它通过那个Stream Order 去实现了那个重排序的能力 然后是那个连接迁移 就比方说我们在使用一个 会议或者说是直播的Apps 如果说我们从WiFi切到流量 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个断连 这主要是因为它的IP变了 然后我们知道那个TCP的试源 它只要是有一个去产生变化 它就会需要重连 但是Quick它有自己的 那个Connection ID 它使用这个Connection ID 只要这个ID不变 就算它的试源变了 它也不会产生重连 它也能去做更好的支持 然后就是前向纠错 就是Quick可以支持 那个前向纠错 在弱网丢包的环境下 它通过去补充这些FEC的 这个数据包 它就可以减少 那个数据的重传次数 然后我们看那四张图表 第一张图表就是它的那个 链接的建立的实言 蓝色的是TCP 橙色的是那个Quick 我们可以看到 Quick明显是快于TCP的 这主要还是得益于 它的那个RTT的优化 然后后面三张图表 分别是模拟5% 15%和30% 如果往环境下丢标的 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它其实 重坐标是在 毫秒内这个数据 做点的那个百分比 就是百分比越高 它其实它的指标性能就越好 就我们可以看到 在那个500毫秒里面 它其实 完成这个 弱网场景下的那个请求 是非常高的 就90% 80% 90% 就相比于TCP 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这个总是卡住 稍稍等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个健全 Kubernetes它自带了 那个Node Authorization的 这么一个健全能力 然后开启这个健全之后 它Kubernetes就只能去 读取那个 Service Enterprise Node Post这些资源 包括以及是 Post相关的 Secret ConfigMap PVPVC 等等 这些资源 然后写的话 它主要是能写 那个Events 还有那个 如果说开启 它的那个 Loder Registration的 这么一个 Admission的这种功能之后 它其实 Node只能去操作 Node的自己 包括 只能操作 这个Node的 关联的Pod的 这个状态 然后 因为Kubernetes 用了自己的隧道嘛 所以它其实 没法去使用 Kubernetes原生的 这个节点健全的能力 但是 我们基于Kubernetes 节点的健全能力 做了一套 自己的 数据健全 首先 那个 在Hub 接收到数据之后 我们会用 Kubernetes 自己的 那个Ocean Rizer 去过滤 Kubernetes 自己CRD的 这些资源 就比方说 Device这些 因为Device 也跟节点相关的嘛 所以我们 让这个节点 只能访问 这个节点 自己关联的Device 并不能访问 其他的Device 然后 过滤掉 Kubernetes 相关的业务的数据之后 我们就用 Client Go 去设置一个 那个Round Trip 然后这个Round Trip 主要做什么 就是会统一的去 给那个Request 去增加它的请求头 主要就是一个是 组的这么一个请求头 还有就是节点名称的 请求头 然后调用到 API Server之后 就可以用 API Server的能力 去做 那个数据的健全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个 Coreage的 那个Stream隧道 首先 Coreage 它那个Cloud Code 会在 API Server所在的 这个控制平面节点 去用 IP Table 去设置一个 路由 让那个 API Server去访问 Coreage 的这个链接 截持 然后转发到 那个Cloud Code Stream的这么一个 接口 然后因为 Coreage 它提供的 API Server 其实里面都有 节点 Nestbase 和那个POD 的名称 所以在里面 首先是 TurnalClient 去调用 那个TurnalServer 去建立 这个WebSocket 的WebService 的隧道 然后将 这个Session 与节点名称 去做绑定 然后在Stream里面 通过这个POD 和Nestbase 找到这个POD 通过它的 那个 所在的节点 去找到 这个对应的Session 然后去做 那个数据的 传输 然后未来 我们会考虑 通过那个 EBPF 去做那个 数据的流量转发 来提升它的新能 对 好 然后我的分享 就到这了 后面有Richard 给我们来介绍 网络编码上的 实践 让我们欢迎Richard Let's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Richard OK So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Clement I'm a former Red Hat architect instructor and engineer I recently joined Enop as a platform engineer and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our technology for edge computing Okay All right So Enop is a company that starts at the edge by implementing network coding into IoT device smart city and smart land post They have been funded by two professors from Hong Kong University Professor Shen Ho-Yong and Raymond Young They also are the one doing the research on network coding on the field Since few months we start to implement network coding in technology for cloud native infrastructure to improve the edge and today I'm going to present a little bit about network coding So network coding is actually an old concept that was not much recognized until around 20 years ago In the late 90s Professor Wellman was trying to prove that packet switching also commonly called routing was the way to reach network capacity optimal network capacity During this experimentation is actually find that this is not the way The way to do that will be by having computation in intermediate nodes This is what we call network coding So be careful Network coding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P4 programming socket programming and this kind of other programming on the network is very different So Enahop as a company by implementing network coding in IoT device smart city at first we discovered that network coding itself is not sufficient to provide a maximum optimal network We need also to have a protocol that will have congestion and flow control that will be aware of this network coding So Enahop implemented one that's called BATS I will present a little bit shortly after So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problem of all the protocols So you all know TCP TCP is reliable It comes with a congestion control It's problem is head of line blocking tell latency and ossification So ossification in English means turn to stone that means there is so much stuff that relies on TCP you cannot change it it's not extensible really anymore Then you have WebSocket that is using Kube Edge as a tunneling It actually relies on TCP so all the shortcomings of TCP is on WebSocket Then we have UDP UDP is super fast but it's not reliable doesn't come with congestion control It's actually just you can see it as an extra layer lightweight layer on the IP layer so it's it's very nice and then you have QUIC So QUIC is trying to be as fast as UDP and as reliable as TCP is actually a big in network protocol The only thing is lacking is network coding and especially congestion and flow control that will be aware of that Actually in the specification of QUIC there is a note about integrating forward code erasure that is a network coding algorithm kind of and is not yet implemented and in the specification that doesn't mention this forward code erasure to be integrated in the flow and congestion control So BATS and our protocol is a little bit similar to QUIC as we use UDP as a carrier it's living in the user space that make it not ossify and it comes of course with a congestion and flow control that is aware of network coding and innovative algorithm for network coding We integrate a few features that are commonly used as interface for Kubernetes such as IPTunnel TCP proxy UDP port forwarding also called UDP proxy and UDS Unix native socket for applications Okay so as was presenting QBedge rely on one tunnel actually the part of QBedge that bring this tunnel is called Viaduct it's a software that is here to create this tunnel either with WebSocket or QUIC The problem of QUIC in this kind of edge computing is it's still touched by packet loss and packet loss will give QUIC a lot of latency that's something that network coding can solve partially at least so there is many way we can integrate BATS with network coding with edge computing sorry we can hijack actually the traffic so we can go through our own protocol or later on we work on implementing it as a own option as a tunnel so we hope in in few months w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BATS in Viaduct so QBedge can use it so we have a little bit of graph comparison that we output so the left one is actually so it's yeah latency 10 milliseconds jitter and a loss rate of 5% the first one is from our open source test framework that you can find online and is comparing KCP and TCP with our BATS so you can see BATS have two mods BTP and BRTP one is reliable one is not reliable and you can see that the run time trip is much better and there we output a little comparison with QUIC and as you can see we are much more stable if there is a loss so on the graph on the right you can see we have a loss of 10% it's worth noting that after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packet loss QUIC sometimes just cancel the transaction so it makes us a little bit more stable all right just to finish network coding is quite interesting technology it will make the edge more reliable and yeah it will help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 at the edge thank you wait you want to thank you 大家有 问题吗 oh see that 没问题的话 我们分享就到这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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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